杏天翁 杏天翁是繁衍速度很慢的物种 一直要到七至十岁时才会富裕雏鸟 它们是一富一七子 一次只会产下一颗蛋 在地球上最恶劣的一些环境下 这些鸟类可存活五十或六十年 尽管对自然环境有极高的适应能力 杏天翁仍面临严重威胁 22种杏天翁物种中 有15种正面临绝种边缘 对它们存活造成最大威胁的其中之一 就是岩神钓鱼业 靠近水面的鱼耳 对杏天翁有致命性的吸引力 杏天翁抢食鱼耳时 被鱼线勾注而溺斃 虽然一次航程仅会导致一或两只鸟类死亡 大量的意外损耗 但引进可减少海鸟死亡的全新捕鱼方式后 这些情况或许能改变 国际渔业管理组织规定 在高纬度水域作业之伟岩神钓渔船 补鱼和见其鱼的渔船必须采取降低海鸟死亡的措施 而台湾的远洋渔业渔船在政府和各方专家 如国际鸟蒙的信天翁工作小组的支援下 已落实这些措施 概括而言 这些法规适用于南尾25度以南水域 也就是信天翁盘旋的南大洋区 在此进行岩神钓作业的渔船 必须至少使用三种减缓海鸟混货措施中的两种 也就是装设碧鸟绳、枝绳加重和夜间头耳等措施 这些措施能让船长在维持渔货量的同时不会伤害海鸟 第一种也是最广泛使用的措施 就是装设碧鸟绳 从船尾高点附近拖曳一串塑胶彩带 碧鸟绳面海端的拖曳装置会产生张力 让碧鸟绳产生附空范围 对鸟类形成稻草人的下虎作用 使它们远离装有鱼饵的鱼钩 此附空范围应于渔船后方延伸至少100公尺 装设两条碧鸟绳后可提供更佳的附空范围 使用长和短飘带的碧鸟绳则可达到更佳的效果 颜色鲜艳且有UV防护的橡胶管 是碧鸟绳使用的最有效选项之一 连接轻型转环的彩带可有效减少缠绕 再支绳增加重量代表鱼钩将下沉更快 减少鸟类误食鱼饵的机会 所需的重量取决于加重与鱼钩间的距离 例如与鱼钩距离一公尺以内的位置 应加重至少45公克 最重要的是在靠近鱼钩处 加重支绳不会影响捕获效果 然而鲨鱼咬下后加重支绳弹回渔船上 可能对工作人员造成的危险 为此渔民们表达深切的忧虑 很幸运的是 有许多种方式可避免发生此等意外 一种是使用包括加重铅块和滑动铅块的系统 另一种则是Yamasaki双重加重系统 这就是Yamasaki双重加重系统 是由名为Yamasaki的日本渔民 于2010年所发明 它发明此系统可协助避免雾补海鸟 并改善渔民的安全 因为飘带仅使用一种加重系统 而有弹回并伤害渔民的疑虑 所以Yamasaki发明此双重加重系统 作为一种安全措施 我不需表彰Yamasaki先生采取行动并研发此方案 以解决意外祸补海鸟及滋神加重等棘手的问题 这代表渔民们确实了解所使用的设备 最了解什么设备最适合使用渔船上 我认为Yamasaki的做法是其他渔民的表率 而我们建议所有渔船采用滋神加重系统 其他减少意外捕获海鸟的重要方式 是与夜间投尔 可减少海鸟尾随渔船的机会 要真正达到效果 夜间投尔应在海上落日后的一小时开始 并于海上日出前的一小时完成 甲板照明应维持在最低的亮度 在区域渔业管理组织 通过新的降低海鸟混货寄闭措施以后 那台湾政府也已经把这样一个新的规定 纳入我们的渔船作业规定 来要求渔民确实遵守 要求前往南尾25度以南的渔船 要从避鸟绳、夜间投绳以及枝绳加重 在三种措施当中至少选择两种 另外我们也已经举办法规说明会 向渔民说明、讲解 保护小组可在渔船上 与渔船上的船员共同合作 协助船员安装这些对鸟类友善的措施 建议的食物作业方式既简单又具成本效益 重要的是不会降低捕鱼漁货量 必须采取两种上述措施 遵守保护规定 但同时使用三种措施 将可带来非常大的不同 您采用这些措施 将成为全球保护地球上 最大型海鸟物种的一员 中文字幕 李宗盛